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李部長 李部長請 高委員好 部長好 是 部長 我剛剛看廢委員諮詢你的時候 與多哀怨齁 就這個監察院 談和你 沒有哀怨啦 我們這個尊重委員之監察委員 我看那個表情蠻哀怨的 沒有啦 我的表情他 可是哀怨可以齁 這個還是要 你還是要注意耶 我看他寫的 蠻嚴重的 他說洋洋傻傻好幾點 這個我們大概再講 那 問題是 如果照監察法規定 兩個月內你就要答覆了 兩個月內你有辦法改善嗎 這個當然我們政府的財政它不是一天的 當然我們必須逐步逐步的 從制度面 從執行面 這個法律規定也不是一天的 它規定你就是兩個月內要回答 沒有違法嘛 只是說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改進 違法 違法就不是 如果違法就不是監察院 是司法院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只是說如何更精進 更好而已 一定是兩個月他會叫你 讓你回答 改善 改善 改善要回答 一定會回答 那兩個月就可以改善了嗎 因為我問你 你剛剛講說 這個 他不是兩個月改善 是兩個月延提回覆意見 那我們怎麼做 如何做 我們當然會跟監察員做一個書面的報告 對啊 問題是他不滿意的話 他可以再質問你 他可以在書面質問 可以叫你到場質問耶 那當然 這個他的職權 我照你的意思講 就是說這個冰凍三指非日之寒 所以不可能兩個月之內改善 事實上我們就 一百年跟九十九年來比的話 就已經有一些改善了 要一百年我們待會再講 我現在問你說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兩個月內不可能改善 這是這麼多年的事情 那麼 照監察法的規定 我們只說 改善的方法必須一步步做 你兩個月內就可以改善 兩個月就說 你真的可以說是 全世界最好的財政部長 不管你以前把它做得多爛 事情不是這樣子講的 改善但是一步步來做 我可能說兩個月 就把所有的問題 通通解決掉 那我現在跟你講 你如果沒辦法讓他滿意 兩個月內他就可以書面質問 或是叫你到場質問 如果還不滿意是怎樣 就是糾舉或彈劾 那你有可能變成 那有史以來第一個因為財政惡化 而被彈劾的部長 我們不必去預想一些結果 但我們只要盡力去做就好 不是預想啊 這不是預想 這我跟你講啊 這是監察法明文規定的啊 那當然監察委 那怎麼辦 那這不是更哀怨啊 一定要尊重啊 那不是更哀怨啊 這沒有什麼哀怨 哀怨也沒有用啊 這不是哀怨的問題啊 是我們有沒有做事情 有沒有做改進的問題 就他講的這幾點 你覺得呢 他說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在上課啦 他說 公債法 規定的 限制 這個債務是規範政府還能借多少錢 不是說政府已經借了多少錢 所以他覺得你在玩弄有志遊戲啊 說這個合法啊 這個公債啊 沒問題啊 跟其他國家的比較 他認為 你這種說法是 沒有跟世界接軌 無法與國際罪負債的定義接軌 不以距以其他 國家財務狀況做比較 財政部卻屢次 對外宣稱財政上升穩健 中華民國財政是最好的 坦白說你敢講這句 中華民國財政是 最好的實在是 不曉得要怎麼講 難怪 你覺得會不會是因為你講這句話 所以才被 糾正的 啊 部長 我就不曉得 我沒辦法 評論這種事情 對他說你這樣 屢屢混淆 一見的錢跟得在見的錢 鮮有不當 我只是敘述我們當時 他主文裡面特別講的 特別講到說 你提到說中華民國的財政是最好的 我們只能報告說 我們當時的財政狀況 根據相關的法律的規定 以及現實的數字 做些報告啊 當時債務員是多少 這一點跟廢委員是一樣 就是說監察院 是不是可以就這樣的事情 來提出糾正 甚至未來提出彈劾 這有待考慮 這有沒有混淆 這個 這個這個 院際之間的這個 權力分離 但是 我們也不以人廢言 就是說 如果連監察院都注意到這樣的問題 到底 你 兩個月內一定沒辦法解決 未來到底可不可以解決 你說 你才提到一百年 我們講一百年就來講 就運算中心的評估 他認為一百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 稅收編列 高估的情形 所有 雲所稅 中所稅 貨物稅 加起來 高估了一千五百零四億 然後呢 我們在 整個中央政府 總預算裡面 短邊 一千五百九十億 加起來 一共有三千零九十四億的缺口 這怎麼越來越好呢 這越來越糟糕耶 我們行政部門做的預算是經過多少層次 多少同仁的一個努力去做出來一個結果 絕對不是說 這個 不是啊 你說短差一千五百九十億 這是沒有問題 都是依據相關的 估測的機制去做的一些評估 那這裡送過來 你們行政院送過來 這 這 預算書裡面 就寫了啊 就是短差一千五百九十億啊 那你說你知道 因為我們所有的故意都是一層一層 經過多少層次 多少同仁的智慧去做努力 稅收的質詢率 最高也才 你說今年 到目前大概九十五八左右 九十六八 對 你沒辦法超收啊 那怎麼辦 你 你沒有百分之百也 沒有超過百分之百億 你沒辦法多收 預算書跟目的的執行 總是一定會有差距的嘛 對不對 只要差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那問題是現在就是 如果照這樣算 就是短差了三千多億嘛 那怎麼辦呢 哪會有三千 沒有啊 我們預算指引差 頂多差五趴而已啊 五趴才有頂多五百億啊 編列的時候短差就 一千五百九十億 沒有 然後如果高估的這個 我不曉得他們是怎麼算的啦 但是我們行政部 我們要負責啊 我們怎麼算 有一套算法 總是有依據啊 總是一層一層一層這樣算上來的 絕對不是去說 我們就隨便一個估測的啊 那為什麼不是用九十九年的稅客 收入當基礎 都是這樣我們總是預測明年 那你為什麼用九十九年 你竟然不是用九十九年的稅客 來當那個稅入的基礎的話 為什麼用九十九年的經濟成長率來預算 百年呢 我們去 對你有利益就用這個基礎 對你有利益就用這個基礎 對你有不利益就用那個基礎 不是啦 那你自己的標準都不一樣 你憑什麼去說啊 那個預算中間的標準不好 它是有一個模式的嘛 一定是當年度的執行術 當年的經濟成長率 以及相關政策的變動 來估計明年的狀況 那個我看今天報紙寫齁 文化大學要租我們的 那個陽明山上的美軍宿舍 所以要給陸生用 這個是你知道嗎 過去他們曾經跟我們 台影這邊有一些接觸 那當然是因為我們現在 整個陽明山那個 有沒有要租給他們嘛 美金建設 我們是有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不是啦 哥長 實際上跟我既然跟你講齁 你要租給誰有沒有意見 你要租給陸生 你如果用補貼的方式 你試試看 沒有不會 我去看過這些地方 這是高級別墅區 我不曉得文化大學到底是怎樣 是把這些人當成是 是是是是 天國派來的 的死者還是怎麼樣 他自己講 他打算租給他們 四人房一萬塊 兩人房一萬六 一個學期齁 可是你們現在租出去 一年一個月是租八萬塊 差了快幾十倍 那是這樣 這要補貼 他們要補貼 他們自己補貼 你們台影不准補貼 當然不可能 而且我們這個部分 要跟我們要整體的計畫 不衝突 我們才會 文化的學生找不到宿舍 還得住山下 附近去住 就他特別把 要跟你們租下來 要租給陸生 這個我們絕對追蹤到底 你如果敢給我補貼的話 你試試看 不會不會 沒有補貼 部長 那個 最後問一個問題 那個 軍獎免稅 到底會不會過 我們的案子已經在馬上 朝野協商 我們列入優先的法案 你今天委員會已經通過了 所以還要拜託委員支持 沒有問題 以前都是你們的問題 所以沒有問題 那如果這會期沒有過 這個東西你在朝野協商的程序 我就沒辦法去控制去做主導 我們是尊重立法院 你如果第四法打架都可以過 為什麼這個 就 叫金秘書長下令說 不過的話就打架 打架就過了 我們也不會打 這個我們也不會打 我們會 會 會好好的 我們尊重立法院的議事的程序 這個 有沒有信心嘛 拖這麼久了 有沒有信心 會不會就是選舉前又虛放一招 或者為了選舉又不 我們當然尊重立法院的這些 議事的程序嘛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